第十五届全国大选结束三天之后 新政府依然还未诞生 警方促请民众不要在组建新政府期间 在社交媒体发布可能制造威胁 公共安全以及秩序的言论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克里·沙尼 昨晚发文告指出 在大选后组建政府的期间 警方已经检测到 有社交媒体用户发表 涉及种族和宗教情绪 以及侮辱王室的内容 对此警方警告社交媒体用户 必须克制自己 不要滥用社交平台传播挑衅内容 否则引起公众的不满 否则警方将根据选举法令 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1948年煽动法令 以及其他刑事法典对付相关人士 在宗教的每天特务 以后能够看一看 以后再来 请不吝点赞 杜航 请不吝点赞 杜航 提供 杜航 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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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